大家好, 歡迎收看1月13日的CG95中5直播 我是浩德, 大家好 一開始講一下, 今早就去了范巧瑜Invest Talk的節目 她和我都很投契, 大家都可以支持她多一點 希望之後她也有多機會請我上去的節目 等到我們有更多的朋友可以認識浩德, 認識CG95的團隊 不過我見到這兩天, 都有一些朋友特別提一提這件事 我想他們都是出於好心的, 說一下, 浩德沒有跟得那麼貼 在這件事上, 我想抽一點時間, 蓬大關交代一下 給一些藉口和理由, 給一些解釋 第一件事, 其實我自己認為 雖然我經常講過大事業和雲觀的分析 不過我個人的偏好, 都認為不應該跟車太貼 要保持一個行車距離 大家都知道我不是很擅長一個短線的買賣 所以我都不會每天即時跟你說一下, 應該追哪一隻 雖然我是跟紅頂拔的 但是如果有聽得多我的朋友知道我的風格 我都不太鼓勵太多的短炒買賣 都是短炒, 贏了就長渣 這就是我主要的風格 所以這陣子都很亂, 很多東西炒賣 為什麼我不是特別說呢 因為我不希望這段時間 給大家一個太錯誤的信息 實際上現在因為我們的持倉都比較高 滿倉 而實際上在Long Book 我們有的股票都比我想像中多 差不多成五六十隻 所以其實未必有辦法, 所有的 股票機會都拿掉 所以都要自足 可能有些股票在動 我都會看, 不是不看 不過其實都是一個客觀限制 尤其是現在每個人都唱得比較好 因為市好 外面大家的主流評論 我想大家都感覺到一種變化 而我一直都要有些與別不同 所以當別人說唱得很好的時間 對我都會有些影響 我不會突然加多兩把勁去做這件事 尤其是我自己說 我已經 子彈小島都不太能買得動 沒理由自己不買 就送別人去死 或者唱好的人接貨 所以 實際上這樣說 如果我真的不是 深思熟慮去買買的時間 我的想法是沒有那麼認真 所以我不是說不想 不回答或者避開市況的問題 而是因為 我比較樂意說一些我自己實際的操作 所以希望大家在 明白浩德說 C基金直播的時間 為何會有些風格上 有些不同了 其實也是有些 因應市況 這個是行貨藉口 第二個 實際是真是理由 我覺得 其實這段時間 C基金一直都成長了 很多人開始支持我們 我希望給多些機會 我的同事去發揮 其實不單只是說 大家開始認識我的同事 甚至乎都不是想問我好得 甚至是問我個別同事 相關他們的專業範疇 操判 而他們 不單只是說 操判 我都是 我的同事有參與 不是我一個人按了按鈕 因為這個是 我很希望他們能夠透過這個方式成長 既然他們可以多走幾步的時間 我就不想霸佔這個位置 所以 大家就不要介意 有些時候 我就不想 例如說 Health Care 開咪之前 叫Kelvin寫了稿給我 照讀出來 我覺得 倒不如應該 既然功課是他做的 他可以面對大家 他聰明 對C基金也是好的 C基金不是好得 所以 大家見到好得懶了 其實一個 官免堂皇的理由 就是我交多些給同事做 他們有落手錄的座 亦都落手錄的 我覺得這個 在這幾個月 大家都見證了他的成長 我希望這個 我這個想法是對的 就是真的Empower 多些人一起做好這件事 不過去到說話實際 我都想說 其實真的自己都忙了 因為尤其是 每年的基金經理 年尾年頭特別忙 甚至乎大家可能都知道 我舊舖806 剛剛都出了一個型起 所以 都是多了些東西搞的 他都賺13億 所以 這個真的是我的工作量 比較多 雖然市場算順風順水 亦都多了一些傳媒朋友 年頭的時間 要講一下 新年大計 或者你講種植梅蜂 他會問一下你 都多了 我自己個人都抽身多了 做一些傳媒的工作 但是 前提當然是 我的同事能夠 將我們最主要的基金的投資工作做好 如果在出街節目直播上有些脫漏 希望大家 都見諒 不過有時 傳媒朋友找到我 我都希望可以方便到他們工作 第一就是 別人覺得 你 給了機會 你才做這樣的訪問 當然 有很多朋友說要開始 要留意一下工作的分配 放心 我自己的工作分配 第一都是投資表現 雖然直播出街的時間 可能質素要再自己要警惕 不過 投資表現 不算有很大 取消 少少都有 譬如我自己講 都可以劇透一下 內部 譬如941 上星期五我都打算做點召喚 不過 由於自己比其他工作前身關係 那件事 沒有做到 現在就有點飲恨 你問我 看回大家給我的中局 我都認為應該要警惕一下自己 所以我真的不介意大家說 大家有時問為何有很多晚上看美股 現在美股都不太好 但其實有時美股時段 我反而因為 日頭很崩波的工作 停下來 我才有時間 坐定定做一些功課 希望大家不介意 這段時間 我又 除了本身的忙之外 其實這星期六日 我又有少少少壞 我多點時間陪家人 不要星期六日 還跑去 跑一下功課 所以希望大家都明白 我覺得這件事 認真地說 大家給我的留言 我真的會留意一下 解釋了六、七分鐘 大家快點收 希望大家都明白 好 說回C基金的表現 1月11日 應該是前日 今天是13日 5.98 昨天比較好一點 所以 1月份整個勢頭都很不錯 扣了好表現費 希望 假設 直播的脫漏 可以每一集做好 大家不介意 不過 投資的表現 千萬不要脫漏 因為脫漏了 要追回 不容易 大家放心 我自己都很緊張 現在很緊要 就算我不緊張 我的同事也很緊張 所以有時候團隊又好一點 可以分下工 跟今早做了飯後的節目之後 我的同事都已經幫我背後了很多東西 大家不要以為我在這裡吹水 C基金就停頓了 其實並不是這樣的 我公司有很多同事 現在很有趣 有些客人打電話來 一聽到 你是不是Kelvin 你是不是Ada 大家對我們的聲音很熟悉 好 大家說不講大事也不是 我也說一下 只是之前 有時的題目比較多 你一直講不完那麼多 有時講一些雲觀 有時講一些貼士 你說美股 其實動力就好像減低了 大家在等什麼 拜登上場 特朗普會不會被彈劾 還有 拜登上場的經濟上的刺激 疫苗的安排會怎樣 指數上高好像就不算很燦爛 動力就好像減低 但其實那些Volum 就不是真的減了很多 你如果看回 他們的美股整體成交 其實都叫黃 綠色的條線 之前大家看過MVS 美股的Market Volume 大市成交 和那邊的Volum 中文就是波動 其實看到 雖然向上動力不算很大 但成交都很旺 那些Volum 又不算很高 整體來說 都不是轉小 如果你留意一下 譬如美股近期有很多公司出來說一下 Earnings 或者前景 例如 Teledoc 都說得不錯 接下來 這些都 幫到那邊公司的盈力可以移動 那邊公司的盈力 還會分享 剛剛昨天又 出了一下 那邊公司 一定會聽我講一下 我覺得 講完自己按機都差不多 所以我就不花時間講 我都有看的 放心 講一下 大家聽一下 那邊 你只要繼續交到 都可以的 所以我說 整體全年 就是要開始交交課 分高一下 是真的 雖然整體的動力是減低了 但是 我之前有提及過 螺素2000指數 無論是RTY RTY不差 大家看那幾個 慣常的指數 道指、納指 都可能升1% 其實世界股股升6-7% 這個就是世界科技股 RGUSDS 你見到的都很厲害 當然ARK更加厲害 但ARK其實你見到的趨勢跟它差不多 不過ARK不知不覺今年都超過了10隻 好像12% 你見到其實 如果你用傳統市寬 就算是窄了一點 但是 其實那邊都頗興奮 如果說一些貼題一點 就是個別股票 有幾隻股票 我見到今早飯校有人問 即使也有人問 不過我一次回答 PARK有沒有持有 還有持有 OK 都升爆廠 所以我自己 說了 我沒有追 其實可以說多一點 其實我 除了私基金 旗下其他基金 其實理論上 還有彈性 因為我那些對沖基金 那個借貸 或者用槓桿 或者靈活性比較高 都可以做 不過 即使是其他 旗下基金 也不算太勇猛 因為事實上都升到66元 當然有很多好的新聞 譬如是彭韓國甲作等等 但是 都要面對現實 所以有時候大家不要介意 我為什麼不說 因為 說了好像令到大家 會突然很喜歡他 我經常說 通常我什麼時候會說呢 這些位置 我覺得 我心裏面是會行動 或者實際上有行動 那一刻我說 如果你聽了你買 我又覺得 都不錯 大家共同進退 在偉強烈推介 我不懂怎樣處理 因為 我很擔心 在街上有人 捉住我的手 說他聽了我講 然後買了 11月我也有說 雖然11月已經升到不少 希望大家有沒有看 富途 富途很簡單 我之前的大時泰理論 昨天 蠻車邊的開口中 富途 沖了幾天 我繼續沖到70元 我之前有交代過 12月中 都40元買的 有圖有真相 自己看 但這個其實有少少 是大時代的感覺 因為你看 A股 類似的 金融 或大市 PROXY 那隻 東方財富 昨天都開車 開車 時間到38元 你看看圖 好像簡單 是吧 你見就是這樣 我之前說的 12月 A股 開始 可能最初就平淡一點 突然就彈了上來 同樣情況 在香港 一會兒都可以說 說港股的時間 一會兒多一點 當然 有些人又問 Lio之前又跑了出來 昨晚 另外那兩隻 理想和小鵬都開始動 上一層也是 10月11月 都是在未來 Lio先走 另一個人就炒了 你見到 Lio今年回來 今年到現在已經升了差不多 20-30% 昨晚開始發力 那個觸發點 Lio昨晚就不升 因為昨天開麥克風 也有說過 去做了一個CB 小鵬就說 因為拿了多一點 Fanancing 那麽爺吹雞給他們 那又好一點 所以一下子就追落後 你看到Lio動 他都不太動 但我覺得這個浪 可能會有點像 10月11月 那 講回港股 講回大股 港股指數今天好像不太動 今早就高開一點 但其實整體都 28,200 昨天我們都要加一點 好一點index 反手 之前就是sort了index 就是hedge 那你見到我們一直都加上來 現在我們在futures 是個別futures 就是個別futures 就是個別futures 不是hedging 是一個 投資或是投機的purpose 去拿一個好創 那你見到其實 同樣情況 之前我說過大陸排紅 不是重複 但是你見到香港的hybo 都是一直跌下來的 也側面反映資金 看到嗎 三個月大家供樓的hybo 現在是0.2多 一直都下降 那這些大家都明白 水漲是船高的 所以昨天有些就開始發力 那些 我說之前播落的種子 6030 那麼 是不是都突然爆一下 2628 那你見到今天很多都繼續來的 雖然市場說不動 我們1766 等等 那些 那些 為什麼要講大時代 我覺得真的是大時代 不過我這樣說 大家就容易勾起想一下 什麼會升 怎麼會買 所以1766就升多少 升14% 是不是 所以問一下 都買不完 不過 讓大家知道 883 那天都升了 OK 可能大家喜歡我聽錯個號碼 留言一下 升8 升8% 很好 昨天有個朋友問我們 是否覺得差不多跌了 不過這一點就什麼都可以了 不過最後講了講股 因為我要留一點時間給Sawn 霸了他太多時間 這隻很厲害 ESR 大家不知道那麼久 1821 最厲害的就是 我覺得2269 聽著的明新聞 每三個月做一次placement 都很厲害 誰知道這隻1821 我沒有拿著 所以我都沒有詳細跟 但他真的好像 每一個月就做一次placement 剛剛昨晚就做了 昨天也有很多 不只ESR 6078 1477 那些都 張凱吉 那些 也有其他placement 但這隻這麼勤力 真的很少見 1月13日就有一次placement 然後12月30日就有一次placement 11月就做過 10月就做過 7月就做過 6月就做過 真厲害 每個月做 但最近要每個月做 估計不下跌 這部升 那是厲害的 我看見很多人問 我可能也是這樣 這只是貪迷觀止 我自己覺得 不過我沒有部署 亦都沒有深究 最後 霸多一分鐘 大家最關心 究竟現在 很多人說 私基金已經滿倉 是不是放假了 不是的 第一我說 那些futures 和options 我們仍然 正在努力做 還有整個組合裏面 都有些調整 倉位上高 我們都 其實 明顯超過了100 貪心少少 彎道超車 不過 都是要適可而止 因為 風向可以隨時變 怎樣變 大家就當然 聽多一些 我們私基金團隊的說 另外一個比較新的 我都不介意說 不過就不是私基金的操作 不過 都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關於那些長息的問題 這個就是 大家看到 長息 可以升 所以其實那些30年的BON 是有點壓力的 OK 你看到 BON就開始有壓力 因為那些息升 債券的價錢就會跌 所以呢 雖然這個比較複雜 不過可以說一下 其實我們自己 講清楚 不是私基金 我這些 其下的對沖基金 有 會去沽空少少 長債 如果長息的玉升 我就賺錢 長息跌的話 我就會輸錢 這樣的意思 我就真金白銀 就用錢 薄一些長息的玉升 這個就是 買股票未必會提得到 但是 大家都知道 我覺得對長息的看法 我在操作上 就會透過 即是 減少一些 純資的 美國國債 去 渡儲 這個 之前有很少特別提 都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好 講到這麽吹水的東西 又要講一些實際的 我就祝了阿桑 阿桑很乖 幫我準備了兩個板塊的講 第一個關於 安踏 2020 雖然今年是2021年 不過我們仍然有2020 另外關於SARS 微聞有讚 有些東西可以跟大家分享 交給你 阿桑 麻煩 我們先說一下安踏 其實這幾天 都有幾個 庭訪 都圍繞着 安踏 管理層出來的 風格 相對比較 正確 你說是不是有很大的 驚訝 其實 不是 我覺得 所以現在就說一下 究竟發生什麼事 最主要就是圍繞著兩個品牌 第一個就是 安踏 大家知道 如果看回他們的 收入的分佈 其實就 5050 安踏是佔50 另外 Fila 四成幾 可能就會說一下 他們之前 在2020年年中 有說到的 DTC 他們在做一個 轉變 第四天 可能會說一下 AMAR 可能剛剛有提到 之前也有提到 他們有做了一些 Difest 另外第五就可能會說一下 2021年 他們管理層有提到的 一些strategic focus 第一件事會提到 安踏的core brand 其實 在2020年 第一半的時候 也有出到一個 目標 就說 2020年第二半 他們的 growth 在5-10%左右 TOP-LINE sales 出到來 Management有提到 其實是 在那個範圍 可能會是 LOWER END 那邊 就是 中間的 5-6%左右 就說 會避免到 期望 相對不是很大 最主要 你看到 歷史的走勢 你看到 第二半 2019年 其實都25% 就插進去 5% 最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原因就是 因為他們今年的 Festible 即是他們的節日 相對延長了 例如 之前有提到的 雙11 延長了 在TMO 即是淘寶的位 另外就是 618 或者是 雙12 這些情況 亦都是加重了 他們零售上的 一些折扣 因為我看 安踏平市的折扣 是約8折 但是因為現在他們的 延長 做得很重 就約半價 賣他們的東西 另外一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因為 折扣問題 第二件事就是 因為DTC的 transformation 大家要知道 因為他們現在 做回一個 自營的情況 他們要賣走 他們本身 儲存下來的 那些倉底店 他們要清 用相對比較低的 價錢 賣出去 這件事也是 其中一個 原因 為何他們的 增加率 會突然 有一個 比較大 明顯的下跌 即使你那個 Volume 千年有提到 可能上11歲的時候 他們買的一些 件量 賣得很好的 但是因為 ASP下跌 其實就 offset了 所有東西 所以在安踏 他的 主要品牌來說 就相對 不是說 做得 比較好 另一件事就是 Fila Fila 其實相對比 沒有安踏的 那麼嚴重 它都是 在20%至30% year-on-year 入面 但是問題是 Fila 其實都是繼續有領袖的折扣 大概是75-85折 左右 繼續有這個 折扣的情況 這個位置可能 我會覺得 比較樂觀一點 就是在Fila的品牌上 第三件事就是 DTC 現在的最新的 發展 最新的情況 是怎樣 你講回 DTC 其實就是之前收回 一些代理商自己直接經營 所以叫Direct to Customer DTC的位置 保持著現在 安踏的DTC Store 其實現在的 利益 是 失敗的 最主要就是 剛剛有提到 就是為了 Discount 折扣的問題 另外就是 可能在2021年的 第一半裏 亦都會多了 兩億至三億人民幣 的 expenses 就按因為 DTC 的 情況 現在 DTC Store的 Retail margin 其實就是 2-3%左右 這個情況 2-3%的 margin 其實就會影響到 Abit margin 就是整體 安踏 整個group 去看的話 如果你看到 第一半裏 或者是第二半裏 就大概23-25% 但是因為 DTC 安踏的 Brand的情況 那個margin 就扯低了 整體去到 第二半裏 其實就會 去回21-22% 所以其實如果下次 那個result 出來 那個margin 跌了 其實就是 因為management 已經趕了 所以大家 大部份 Selsa 或者BuySel 都有一些心理準備 對 有些心理準備 就會按 他那個 下跌的情況 也都趕了 可能 他們的 就是因為 策略上 就會有一個下跌 也都有 有看過 安踏一直 跟投資者溝通 都沒有老點 看得出的 之前也有說過幾件事 全部都是in line 調整一下大家的預期 另外第四件事就是 Amar 因為Amar 就是 前幾年收購芬蘭那邊的brand 其實之前也有提過 前一兩個月前 也有提過 2nd half 20的時候 Amar的 會變得更正的 但是 在美國那邊的 operation 就受到限制 主要就是疫情那邊的影響 自從11月開始 所以管理層也有提到 在海外的 operation 會有OPEX和CATPAX的控制 最主要就是希望留下少許的錢 回來做事 有些額外的 儲備 在中國的 Business Amar那邊 其實 收入上也有 正面的 一年來的增長 因為之前有提到的就是 PRE-CALL 就是Amar旗下的 non-call brand 就會做Divest 接下來也會有的 就是新圖 但是什麼時候出呢 就未止 只是2021年 這件事可以 告訴大家 2021年整體的 情況 Amar也會 管理層也有提到 相對好轉 但是Amar 始終佔整體整個安達 的尺寸 不是說真的非常大 所以可能 擺設也好 大家期待的 只要是在安達的 CALL brand 和Fila 上面 另外最後 可能講一下2021年 他的 Strategy focus 究竟他會放在哪個位置 第一件事就是 安達的CALL brand 會繼續做一些 Brand Enhancement 以及 做一些 衣服、負荷、鞋 的設計上 希望可以吸引多些人 另外就是可能會 減少少少折扣 當DTC的情況 做完之後 所有事情都要回到正常 所以 安達CALL brand 會是這樣 Fila 希望可以做到 Store efficiency 當時可能會擴大 他們的 營運 每間店舖的面積 還有 Fila 他們可能會出一個 Fila kit 的東西 希望接觸到不同年齡層 希望可以 在不同各方面的情況 可以收入 收入 有多點收入的內容 這東西真的好 早幾天走廿 Time Square的店舖 真的進步了很多 我以為 被大陸牌子收購的東西 一定會變差 現在香港的迪卡龍 都是國內的東西 不過大家都買得很開心 所以 我想大家都可以對國內 牌子的營運 其實有一個新的 看法 除了安達Fila 還有Desentia 之前他們有說是專門做外出的東西 現在管理層也提到開始做夏天的產品 不是滑雪才做 不是滑雪才做 至少可以多元化一點 在品牌上 在海外上有更多建築 賣走一些非核心的產品 另外 O2O Online to Offline的頻道 亦都希望可以做得好一點 如果你看回它整體Online上 其實都是TripleDigit DoubleDigit 這個亦都是相對比較 理想的一個情況 在這個位置 安達就大概是這樣 多謝阿SON 阿SON 其實準備了兩部份 一部份是關於安達 另一部份是關於SARS 不過時間關係已經說了半小時 我決定留一些口水 明天跟大家說 SaaS 因為他準備了這麼多 我不想為了趕時間 將內容過份 因為其實每次阿SON 很乖 你不要見我 口往往 他一直說的時間 其實他在乘搭子做了功課 你看到 所以他真的不是只有講字 我都開了 這個微問有讚的東西 其實他準備了 不過我覺得 時間 我們在節目中 都會留下明天才說 因為我看到很多問題等待我們 我們不如抽一半時間回答 否則整個節目太長也不好 難得我的同事在 我的同事坐在小的 有甚麼問題不會答 可以幫忙回答 回到舊禮,再回答了comment 多謝我們那些,我們都多謝你 直接提出問題,如果行止直升,7500反向會跌到0 我沒有看這隻股票,不過理論上 以我的理解,所有Inverse ETF,反向ETF,都是類似短期指 所以當你沽空的時間,你的下跌其實不是超過100% 所以會出現這個情況,跌的時間會比市跌更加加速 因爲它一直輸錢,要將它整個盤的收縮速度 比單單指數的變動大 所以一般那些ETF供應商都跟你說,這些不是用來長渣,用來短炒 原因就是這樣,直接回答你的問題 如果你問我覺得那些反向ETF,不是過期評論7500 這些反向ETF是否有機會跌到0,是有的 正如當日,大家沒有想過石油期貨會跌到負數 其實是可以的 好,接著JJ就問,個人覺得,只是買PPT電池 即是1000公里續航,真正固大電池實驗室,我也認同的 五年內,我個人的看法,其實主流行業裏面都是說的 幾年之後真的沒有辦法商用 不過近年我自己的看法就是,不可以少我們人類的 無論是科學的PASSIONS,或者是賺錢的PASSIONS 對於時間的PASSIONS,可能是想用的快 現在沒有,可能是明天有,所以我就一路觀察 蔚來會用激光雷達,現在好像是小鵬說了會用 現在ET7應該未是,ET7未用激光 會不會有另一個寧德時代跑出來 好,OK,聞得不錯 我也在學習中 我們也有一點點 你看,浩德說話當然不夠厲害 我又找到ADA,你講一下吧 我們開始有一點點部署的LIDAR 但不是直接LIDAR PLAY 你知道美國也有幾間Velodyner SBAC那些LIDAR PLAY 但我們就沒有參與這幾隻的 參與了這個2-6 也是美國上市 他跟LIDAR有關的就是,他做了一件事叫VIXO 即是你一個chip去射那些雷射出來 他就是做這件事 所以這也是LIDAR PLAY 說真的,這也是炒得很紅 可能散戶未必認識 美股可能大家都不多留意 不過剛好你講開就回答你 其實很多人不認識,ADA都認識 其實我都認識一點點 不過,不要假裝專家 OK 下一個,3738 這個不錯,因為第一 很長期支持我們 好像真的錯誤了 3738說 Optimistic possibility 很多人問過,好像沒有認真看 阿桑會幫我認真看 多謝你重新提到一次 不介意的,我兒子經常考我的IQ 你知不知道有甚麼人 真的見過龍 經常這樣考 然後答案是甚麼 眼大就會看過龍 這個IQ提到我兒子經常考 即是看過龍 應該要下次更厲害 難得觀眾給我這麼多提示 不過阿桑答應了我 他會幫我看看 我跟他說,先看看 如果真的有些特別先說 如果沒有特別,就不用花太多時間 因為阿桑真的太辛苦 所以我自己自認也挺勤力 接著他問,下一個問題 阿張虎央問 今天券箱爆聲,會否再加call 證證股? 我們好像加少少call 他就開始底下爆上來了 接著有Austin Joe問 彩虹新能源福耀玻璃 剛剛大舉投資光復玻璃 做生意都是金銅頂白的 你看他做了一個配股 拿些錢就光復玻璃 對光復玻璃影響大不大? 第一,要時間錶一條線 你錶的時間,即是68 Fatglass都有錶的 福耀玻璃 另外福耀德玻璃和信義光能 那些都會加卡 這樣就很快 你就不要做開,就進來做 市場旺就沒有所謂 正如你看看現在的半導體都一樣 總之市王,大廠有大廠做 細廠都有細廠做 又方式細廠做 因為技術可能沒有人那麼高 本身的margin是一般的 誰知突然間水漲船高 對於他來說更加用面炸大錢 技術壁壘當然有 其實認真說 如果我們坐在旁邊 大部分全球的光復玻璃 有九成都是大陸製造 而本身Flatgas和Cegas 做了差不多五六七成 你說這麼大的規模效應 這麼多的生產 無論你那個U-ray等等 會不會有幫助,當然有 你新做,你就請那些人來做 那是不是容易 有競爭力的距離拉得這麼快 我就不敢說 不過我會認為 都不是這麼簡單的一件事 但是不要緊 對於股價當然是 這兩天因為這件事會有些影響 但是這件事 要不需要過份監心 阿蘇是否想補充兩句 純粹是講回 剛剛有提到U-ray的問題 其實我之前有聽過關於Flatgas那邊 剛剛提到的採用或複腰 如果他們要製造一個光復玻璃 開幾條生產線的話 它的U-ray如果是二層 就大概78%左右 其實相對比較低 因為如果計算光復行業 其實78是一個標準 其實很多二層都沒有撕到 現在撕到只有兩間 就是Flatgas和Ceas 現在Flatgas其實是85% 之前有80%左右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剛剛提到的技術比較非常重要 我用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給大家講一下 譬如我女兒在學做Cupcake 一盤Cupcake 在一盤Cupcake裡 焗12個 誰知有11個都焦了 你只剩下一個去買 你要賣多少錢才能補充成本 這就是U-ray的概念 在玻璃行業也是 如果你生產出來 有100塊玻璃 有20多30塊 都是回答不到顧客要求 那些就會變成你的成本 所以這些技術 都會轉化成你的成本 所以這個我不太擔心 不過你也不可以說 始終是真金辦開幾條線 出來和你鬥 就算採用不了你的生意 你也會添加壓力 HR50 很多車都染指電動車 今次我在凡下 還將ET7和Pors的MissionE 放在一起 其實都差不多 下跌爭,上游就好 之前我會說 會覺得寧德時代好 因為LIO也去過客 Tesla也去過客 李箱也去過客 小朋友也去過客 你欠一餐死,都是跟他們買的 至於上游的就比較受過需求幫助 因為今年需求很明顯出來了 但未來競爭都很大 上游就減免了 上游都是上游的問題 例如說 早兩天 蔚來一說固大電池 接著那幾隻做separator 那些就跌到七彩 但就怕那些技術一轉 對它影響很大 那些做separator 即是隔膜 做溶解液的公司 都跌到很高 大家的風險和挑戰是不同的 我剛才已經花了七分鐘回應了你的問題 希望你都接受我一點解釋 但都答應大家做好一點 Tesla問有沒有高位置 只賺少少喝點紅酒 知道我的紅酒率 C基金是沒有的 因為C基金尤其是近期的新資金比較多 所以溝淡了Tesla 現在可能Tesla 都是佔私基金的倉位 4-5%左右 但我其他旗下的基金 有部份一直都沒有沽過 有些去打到超過6% 所以我那些就有減少一點 將我們不同的投資基金的組合 如果在實際可行的情況下 比例不會相差太遠 操作上會比較容易 接著問阿芬 星期三公佈CPI 如果通脹熱期極度上升 加著匯豐是好機會 我也說過了 如果通脹升 其實背後就是因為30年式的主要上升原因 我個人判斷 我覺得匯豐應該是好的 我覺得對Yield Curve好 我同事說要說幾個好消息 第一就是我們司機金的Youtube人數突破了6000 我在此再次多謝大家 不過如果還未訂閱我們頻道 也希望大家訂閱 因為我的同事好像看著訂閱人數 比看著自己的Bonus更開心 所以你們多點訂閱他們會開心 好 FTD問 知道我選了2628中人壽的Call 對 問我什麼時候會選擇止賺 因為這些不是正股 是衍生工具 會有時間值的問題 如果股價不動 正股的股價不動 理論上股的期權也會下跌 所以時間也是你的敵人 你問我實際操作上 看看浪是否繼續湧得去 如果浪繼續湧得厲害的話 時間管理就是小數目 如果浪已經停下來 時間管理就變相對重要性 實際判斷 我就沒有一個方法 應該遲些寫一個方法 好一點 42分鐘 我只是回答了一些留言 你回答即時留言 我回答即時留言 好 好 一個問題是問我 問Kelvin 所以我射個球給Kelvin 他拿下來 是否廉價未反映昨天的好消息 我可以幫他回答 OK 我不用出去了 當然是未 因為昨天大家知道我們有加轉 是嗎 即是消息出來都加轉 覺得還可以去 雖然今天就停一停 不過昨天也衝得快 今天就最新是 眼大腿角落 180元 都算是這樣 換回一點點 但看法也是好的 美股DDD 兩個有大幅改善 你有什麼看法 我就沒有研究 3D 其實很多人問我3D 不過我也不懂 不過我也想研究一下 好嗎 我們研究一下 先抄下來 因為我發現 不聽大家觀眾的 就好像剛才另一隻 那隻 3738 3738 阿桑就幫我看 其實我有時候 我覺得 基本上 大家不是問到問題 大家是失策有沒有袋 我都明白 其實可能大家買了 也好 又不好意思在這裡留言 我教你 這東西好 純粹問 你有沒有看過 有什麼意見 其實是失策外部袋 我明白 大家都不錯 中通是否開始看好 完成業務量增長40% 可不可以長期維持這麼高 中通是否STO 有幾隻 我們一定會弄亂了 業務增長一向都不差 整個行業也好 你看阿桑每個月都和大家更新的量 都不差 問題是價錢 不是股價 是單價ASP 解決了 解決了ASP 應該會很棒 但究竟什麼時候可以解決ASP 問題呢 有待觀察 OK JKK問問 如果滿倉上線 有較大熟匯 就怎樣應付 那就沽了一些東西 我們這些東西很充滿流道性 大家聽我說 都不是那些很古靈精怪的股票 認真說 我們現在的司機金 加上其他都過10億 1%都成1千萬 但是我覺得 你比半天我都估得了 我也看得很緊 不只是你們的緊張 例如提斯基金是證監會 登記註冊受監管的基金 他對我們流動性的要求也看得很緊 甚至乎有些比較大的熟會時間 我們都要報告給證監會聽 所以規矩是麻煩的 但是我覺得是好的 不然我只是接一個大客人 只是幫他操盤 就簡單一點 只要招呼一個人 不用搞這麼多 有辣有不辣 不過放心 那個細轉我們都走得快 所以為什麼說 就算這個位置 我們再加一些Options and Futures 轉身會比較快一點 大家在想這些問題 其實我們本身已經有幾詳細的想法 今天現價有什麼看法? 就升得多 之前我就說被迫止讚一點 結果都是那個位置 我沽完之後好像是彈一彈的 然後就被送信報、Mickle笑我 先罵他 雖然我們好朋友叫他笑我 然後也回到這個位置 但是回了這麼多 都是升了這麼多 大賬是少回的 我的想法是因為我一直買上去 Sitting on profit也挺高的 都是以倍來計算的 你回回一些我的 其實就當是看不到的 我只是這樣 我的想法就是賺錢 當是看不到的 除非真的整個細回得太厲害 例如一些Zoom Zoom 其實有些人問我有沒有 我是有的 但是由五百多元回到來 我都是賺幾倍 但是那個細真是弱 就逐步減 不過這段時間沒有人問Zoom 所以沒有人不讓我講 不過你講一講一講 我還要拿著 不過剩下很小 但是我覺得 其實可能我有一些情意結 我覺得是更好的 只不過這隻好像是881 881我也覺得好 不過881的profit 之前就手多吃了壺 之後重新打過上去 所以我的起步 怎麼重新計算 不容易捱 Zoom那些就沒有手多 一邊坐下 這裡開始慢慢沽 操作 為什麼我經常說 要看回自己的成本 雖然開試了 再回答一會 好嗎 不過當然前提沒有太過影響 其他事情 這個Ben Wong 我見過他問過 我也有留意 他就說 他就說 他買了6030 6030是中信證券 一大堆 一月long call 18元 應該是一件開心事 因為現在股價應該是19.7元 即是in the money 但是沒有人報價 問題是第一 因為他沒有詳細說 最重點是他沒有錢接貨 有點尷尬 但是你買 如果你買Wallant 即是那些券商的期權 其實他應該理論上有責任 去開價給你的 如果他不開價 你可以打電話 跟他叫他開價 但是如果你買的 就像我這類 在聯交所上的List Options 其實是沒有的 但是我又很奇怪 如果那天是18元 18元 其實也有bit ask 如果你說一月 18元是有的 所以如果你在看我的節目 你現在理論上可以沽 可能有人聽到 立即幫你接一接 是有成交的 但是如果你說不是 那是一隻Wallant 是個別券商出的 你可以打電話給那個券商 叫他開價 希望我幫到你 這些比較實際問題 我寧願幫到你 如果你真的都不清楚 你再留言 我再試一下幫你 我花點時間回答一些 好像真的幫到人 970OK 就說 終於買了私基金 多謝你 重創 不過大家要記住 我都要看一看 C基金也會有上要落 現在是順風順水的時間 也未必會長期那麼順 你會有Summer and Winter 即是新實教 所以我希望表現 安穩定 大家可以開開心 明白嗎 883把飛都飛起來了 不錯 5號 883可以加住 883我們是不是有加住 我加了一些Call 我不是不記得 你不要以為我每次都要同事看 不過我對我說出來的東西是很負責任的 如果我只是有1%不肯定的東西 我都通常不說 或者問清楚才說 所以我都記得我們今天有加的 還有蘭英英都說 剛才我一開始說的不是開玩笑 整個盤我是不是自己全部拿來做的 我真的被同事有參與 所以他們做好的事 我不用問過我先 但是他們做的事 不行 我都是會負責的 不知道大家明白嗎 不過這個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公公到一點 跟龍魚3重弓哪隻比較直博 差不多 不要說價錢 都是看小的為主 3重弓我沒有詳細看 3重弓 A股就是SENDEF 應該是600031 這個好像Alex Poe有說過 你聽聽他講 這輪都很厲害 摩根都推得很厲害 全部都可以 其實買這些都挺厲害的 不如我們就跟 不過我A股都買不完 這輪都可以 你看1766就知道 如果以人民幣認購C基金 你是不是先轉換港幣或外幣 進一步投資 是會的 但不是的 應該這樣說 其實我們C基金不同的class 雖然它有不同的貨幣 但你也可以用人民幣又買也可以 港幣又可以賣 去到也是同一個大的portfolio 但我們都會買A股 有時候我們都要用人民幣 購買港幣就用港幣購買 買ADR或拼多多就用美金購買 所以本身的盤都會有不同的 currency 那不會有特別的成本 現在高位是C基金 會不會費的風險很大 我不懂回答你 但第一就是 投資一定有風險 C基金都一定要有風險 即使我很想做一個好的銷售 也好 都要公道地這樣說 但很多人經常問 是否何時買C基金好 是否怎樣分住 我經常說 最好是參考C基金的倉位 倉位越高 代表我們的看法比較進取 倉位越低代表C基金比較保守 現在倉位是過了100 C基金說明是中國基金 專門買中國股票 為何買國內股票會有限制呢 到底限制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二十 因為這些務界證交會有很多要求 香港又不代表中國 台灣又不是中國 我不明白 你不要問我 問證交會 應該這樣說 從投資角度去覺得這樣定義 那就尊重它 美股Puck沒有貨 現在還在升 可不可以追入 一開始回答來了 是Boris來的 Boris你身體要健康 我看到你好像剛剛要多多休息 希望你身體健康 問一下C基金有沒有投資A股 農基股份 有的 有什麼可以說 正在升 所以我就不特別說 OK 這什麼我都有買 我也有說過 好 是否低估值地區 當然不是 所有股票都不低估值 我關注到國內有不少新能源基金 農基都是前幾位持倉股 正常高質素都是買的 不過不便宜 883上網10元可不可以 我也希望 但沒得猜 不過現在都7幾百元 A股戶心300是否股值太高 我覺得不是 流動性都沒有釋放出來 如果有人不斷沽5%樓 買5%股票就發達了 OK 當然 前提也是那句 很多人會問股值是否貴便宜 但現在有什麼是便宜的 樓又不便宜 股票又不便宜 債券又不便宜 所有人都不便宜 所以這個是相對的概念 即是一個大圖像的底下 你如何去判斷 不同 20年前入行 謝山教育 找一些3倍PE的股票買 然後他就盈利增長3成 那你就5倍PE買出去 就應該不會輸錢 我20年前真的這樣做 但現在這招已經不行了 天能動力為何比1772股值便宜 兩者有什麼分別 兩者究竟有什麼類童 我也要問一下 883還可以去嗎 今天才去 今早聽了浩德和飯口做節目 很多真心有情對話 我都很喜歡跟他聊天 加了C基金的倉 多謝你 不過大家都至於風險 我講一次 我其實近期說得有點保守 當然我是自己看好的 但我講得保守一點 等大家也要冷靜分析一下 電動車前景好 但很多沒有盈利 或者有好少 股價十幾二十倍的升 有沒有泡沫 信心不夠 何時離場好 有泡沫 但現在大部分是一個選擇 大家有說 5年後10年後 電動車市場如何完全取代傳統車 這間公司會成為其中一個市場的參與者 如果他日市場去到這麼大 這麼厲害的話 盈利的提升 可觀性又很高 所以大家當是買其權 就是這樣做 Hi,Hotek At this moment is 1801 順達生物 很貴 怎麼回答 我們沒有加 我們沒有加 但不要這麼慘 他問你貴不貴 但是 因為如果你用傳統計算PE 就不能算 因為你真的要 找一個像Kelvin那麼聰明的人 去比較一下Pipe Line 去每一隻藥 究竟未來的前景和市場的競爭 哪隻藥在EVO 怎樣怎樣怎樣 Out License 你從一個質化的評估 多於單單量化的評估 所以 我問你 你覺得VALUATION是甚麼 你回答我的問題 你覺得貴與平 之前你跟我說 究竟那隻股票應該怎麼估值 你先回答這個問題 才可以客觀去比較 究竟是便宜前貴 我覺得是這樣 好的 你加注甚麼準則 加注上網多少 加注的準則就是 蝕錢不加注 贏錢才加注 升得急那些 都要小心點 不過都是零買當頭起 市場一直用股價 告訴我 我的想法是對的 是一個positive endorsement 我相信市場是在賺我 我就有信心交 反正880一路跌下來 我就不交 還有顛簽伏 市場說WALTEN 我可能不對 我就假設自己是傻子 下一個 Mark Neal問 有壞消息好像出盡 認為有沒有能力回到七月高位 四十多元 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 我不知道 其實想不到 我不是逃避回答這個問題 但是我完全不會每隻股票 每隻股票加一個目標價給自己 跟著一到那個價錢 我就沽了 我覺得是賺這份 我記得黃國英也有說這個例子 你十年前看著騰訊 你不停設定目標價 叫自己沽了 十年後你就覺得不對 而我的風格 我也希望得到的時間 股票是長渣的 喝紅酒 開紅酒也是有傷身體的 不要經常開 不過我覺得也不差 不知不過是賺16-17元 比亞迪正式發佈 說完之後 理想還有消息 不好意思 Anthony說 每間公司的新能源車 都有些好的消息 包括比亞迪的運動技術 熟熊 剛才我提及過小朋友 有人放水給他 Leo剛剛出了一個所謂灌固態電池 你想未好消息 快了 何時可以見到Song和Song 請問人推介幾隻A股 昨天我數過一次 看昨天的影片 我中間有人問 我都數了六七隻出來 問2628 2628是中人壽 是不是有暗病 要買都買2601 或者2318 正路 如果你真的看好 你論競爭力 營運等等 品牌 當然是平保好 二三一百好 但我買中人壽的原因 我都說多一次 就不是一個bottom up 簡股的原因 就是一個雲觀的部署 其實我們很多部署都有不同的想法 大家平時可以少聽 可否說一下600276狠威的前景 Kelvin說過很多次 C基金有沒有遲 有時候說有 先回答你 好 我不想同一間公司不停說 問題是甚麼 我都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不停說 本身不是很肯定的事情 多說幾次都變得很肯定 這個就連自己也騙了 所以有時候我不停重複是有原因的 我經常教我女兒、兒子 你不要經常想那件事 或者經常聽那些不應該聽的事 因為你經常聽、經常想 經常想 你經常幻想 然後可能口又說出來 說得多 我打你 我打你 結果就一槌打到別人那裏 所以要避免這些不受自己控制的行為 第一不要經常想 經常說 保留對自己想法的質疑 百周神際 走勢和港股不一樣 因為流動性太低 其實是港股的百周神際流動性低於美股 這也好 C基金的百周神際是美股還是港股 我們是無所謂的 有些我們買A股 有些我們買A股 百周神際這隻我們是港股 但其實有些我們是買美股的 有時剛好看那個時段買賣的原因 順豐怎樣看 繼續看好 CM有沒有持有 黑評後持景更好 我們沒有持有 所以我管不了 Elon 我的經歷都沒有看那麼多美股 有些我們之前也有過 沒有最新的想法 可能你比我還熟悉 獻醜不如藏絕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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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會否飲狠 不會有 我也有拿著 但我正猜是轉到Decor 如果大家記得 Elon Musk 如果有股票,如果有時間,我希望陪他們去夜餐 中信證券長線怎樣看,長線我一般,但持有短線 如果大小胡條有防守部署,如果小胡是因為長息升 其他部份基金有長債,例如Rix,Term Structure Trade,金額頂一頂 有很多部署,C基金是否很建議 最終三條問題,因為太長了,一小時已經是最終 其他如果答不完,在留言區留言,我明天再補答 怎樣看Leo市值高於比亞迪,Leo是否overpriced 這個問題就等於當日有人問Tesla市值超越了全球第一的Toyota 是否overpriced,這件事是何時出現呢 就是去年去大約2千億市值的時間 大約在這個位置 結果呢?結果現在是8千億了 那一刻有人看出問題後,再升4倍才停 所以你這樣比較是否正確呢?我也不知道 但是說真的,比亞迪的新鄰車都開始發力 希望都可以拉近一點 娛樂團說不應該為了一些批評解釋這麼多 不是的,我是真心樂意接受大家的批評 但第一,我講兩件事 第一,你批評我,我就沒什麼所謂 但大家就手下流程,不要亂批評我的其他觀眾 或者我的同事,OK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像我那樣偽善的,說沒問題的 第二,真正要改善都是要多聽一些意見 好的意見,當然聽是舒服的 但有些不好的意見都從中學習 正如我所說,輸錢股票總是有的 能夠學習的,下一次輸少一點 有些做得好的,大家都可以繼續給我一些意見 199525加,22.5人買不可以 我通常不想回答,我直接跳下去 就這樣想吧,不回答 今天就這麼多,因為都一個小時了 回答到Marcus Lau這裡 Zoom發股,我看看是否先 是否收了市場後說 昨晚就神奇地升了少少 對呀,340元 不過現在我Zoom都已經是小了 所以沒什麼所謂,我都吃光了 反過來,現在這麼慘,有機會做好些 再想過吧,不要緊 資金放在其他更加賺錢的地方 多謝你,提一提我 好,時間就差不多了 有沒有其他補充 好,OK,看不到我的樣子 OK,不要緊啦 多謝大家支持 今天長氣了少少 明天繼續有Zoom跟大家說 微聞和有讚 多謝大家支持 看到了,OK 多謝大家支持 多留意一下我們的工作 希望在大家多些支持的情況下 不要令大家失望 保持好我們工作的執領 那好吧,現在差不多 明天再見